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彻底消灭它不是更好的吗 历世历代对千禧年都有不同的派别的解读 不过千禧年的描述指占整卷启示录七节的经文 很明显不是这个书卷的焦点所在 我们无需要将此段放大 若果以神学的角度去研究 的确有不少思索的地方 但又要成为信徒的灵量 我们就要捉紧启示录的背景 我们知道当时的读者 经历着生与死的迫白 他们的疑问不会是 到底千禧年何时出现 相反 他们的困惑是 在威逼利友之下 信徒一直的坚持 忠心和忍耐 究竟是否值得呢 从上文下你去看 十九章十一节开始至二十章可以是一个的段落 基督骑着白马的来临 真箭并且得胜 与此同时 那兽和他那边的阵营被擒 被杀 二十章延续这幅图画 天使将那龙捉住 捆绑 荣在无底坑 然后撒旦再出现 虽然是他结罪魔鬼 假先知 和地上迫白信徒的四方列国 不过很快 有火从天降下 输灭了他们 并且 荣在流亡的火湖当中 在揭示的中局之战当中 撒旦发动最后的反击 仍然不能够扭转劣势 基督在一次成为德圣者 连接上文第十九章的主题信息 让读者路海中 看到一幅 终极末世的图画 就是上帝终极的审判 当时读者面对 多米田皇帝的迫白 同时亦受着社会 拜偶像文化所逃分 若注目现实的环境当中 信徒确实很容易迷失 疑惑 甚至放弃信仰 启示录 揭示世界的中局 是上主 他是最终的得胜者 撒旦 和站在撒旦旁边的阵营 最终永远远远被 涌在流亡的火湖里 终极审判的图画 提醒 不断经历一浪接一浪 迫白的信徒 你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是站在失败者 撒旦的阵营那边 还是最终得胜者 基督那边呢 弟兄姊妹 今天在你的光景当中 你又站在哪一边呢 连接下文 二十一章的主题信息 二十章提到 邪恶势力最终的下场 二十一章 全章就是展示 新天新地的图画 这幅 神要拆去 他们一切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都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 都过去了的图画 药迅图产生了 对未来的渴望 二十至二十一章 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建构了另一幅 终极活势的图画 让读者坚持 等待 那好得无比 将来的到来 这种活势图画 提醒信徒 我们在世上 从来都是寄居 我们不要留恋 现世的美好 也都不要被 现实的残酷所击败 但我们要坚持 不被撒旦 在背后迷惑我们 离弃真道 因为主已经揭示 祂是得胜者之余 更加预备了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被忠心到底的信徒 当我们看穿结局 真相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在真道上 暂立得稳 所以 二十章末段 提醒信徒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 那卷生命策上 有没有你的名字呢 二十一章讲到 只有名字 写在高阳生命策上的 才德尽去 你想生命策记载 你的名字吗 生命策是 记录属神的人的名字 你是属神的子民吗 要忠心的诗歌 有一段提到 无论何境况 你要站住旁 愿主尚建立中心 愿今天我们立志 在生活上 坚持作见证 中心到底 愿我们一同的讨告 我们的主 荣耀的高阳 感谢你的启示 让我们看到 末世的忠告 基督 荣耀的临度 带来终极的胜利 和审判 并且为 忠心到底的信徒 预留了新天新地 求主帮助我们 在弯曲 活跋的世界当中 我们坚持作见证 警醒 忍耐 忠心于主 恳求主保守我们 直至到见主面的那一日 以上仰望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 基督得胜之名而求 家门